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工作了 当时要做四块板 他们叫风雨雷电 就是四个中国的神仙 当时跟街头文化呀 滑板有关的这种概念 都是完全模仿国外的这种概念 但我就试图用我的能力去画一些东西 它跟中国传统文化有点关系 我就试图做到这一点 滑板现在都挂起来了 因为现在已经老了 跳不动了 而且胖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到现在还喜欢画画的孩子那种 就是一直在课堂上喜欢画画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可以做动画 动画它可以把我的一些想法 用视听语言同时表达它更自由一点 就第一个是本科时候的Face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 那个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本科的这种炫技的结构 你看我一个人 我可以做到这种模仿日本的这种商业动画 完成这么一个状态 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 它希望你毕业了以后能够找到工作 然后它不希望你有太多的跳跃性的思想 所以你的工作应该是比如说你是完成了一种技术层面上的高度就可以了 仅仅是为了模仿或者仅仅为了炫技 包括现在很多的大学生的作品 它其实没有什么内容 就内容很空泛 但是就是为了去表达我可以达到这个能力 其实动画最好玩的还是用动画这种语言去表达自我的情感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玩的 比如说我的动画直接画在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填制格上的 然后每一张去扫描 扫描完了以后变成一个动画片 就加拿大那边就获奖了 那个当时他们就问我 你为什么在这个本子上画画 我说我就觉得我在江西小的时候上课 在英语本上画画的时候 音乐老师就骂我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英语 现在我终于不用看老师的嘴脸的时候 我就可以画个够 因为我没有各种工业化的一些流程 我也不需要去跟别人合作 不需要花时间在探讨上 我就对我自己 真心对我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那年正好我迷打乒乓球 然后每天跟我爸妈切磋 我要跑很远去捡球嘛 所以就做这个动画片 就是跑很远去捡球 然后最后可能想象一个girl 她捡了一个球给我 然后就恋爱了 我去一些电影节 就是我的动画得奖 去一些电影节 你会发现你跟国外的动画比你完全技术差得太远 所以你还不如用你的真诚去感动对方 其实我都是画了以后 然后扫描 然后变成动画 或者是直接就是最简单的就flash 就做完了以后就变成动画了 可能太多的人都陷于技术了 陷于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 我会after effect或者我会玛雅 那我就是一个动画师 那我就是只是产业链中的一个螺丝而已 而当这个产业链淘汰了或者升级了 你的螺丝就没有用了 我希望还是维持一个一个人创作的这种状态 然后希望20年以后我还能有这种状态 对动画持着的这种状态 感谢观看